过去医学界不太明白为何同样的癌症 使用相同的药物治疗 却可能出现不同结果 随着次世代基因检测的发展 现在医学开始会针对病人不同的基因形态下药 很多先进国家也陆续建立人体生物资料库 台湾早期受限于各资法管制 直到2010年立法通过 人体生物资料库管理条例之后 才正式开始搜集国人的基因资料 可以透过健保署云端资料库 查询用药记录 也能和基因资讯串联 分析疾病发生原因与防治 然而这些基因大数据分析 使用过程当中涉及个人隐私揭露的问题 基因大数据是否和各资保护产生冲突 继续带您了解 我们应该要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资料库 那透过这些资料库 一方面是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病人的分布 可以提供给研究者去分析这些资料 那从这个资料里面判断出 哪些因素是跟疾病的发生有关系 那这个在未来上就可以做个人的预防 甚至于在诊断治疗上面都会有帮助 跟着中研院专家们来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 号称国内最大的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 难得在镜头前曝光 整排冰位里头温度达到零下80度C 因为资料库所存放的 全是要提供给国内学者专家 进一步了解国人健康资讯的珍贵基因样本 必须靠着低温尽可能延长保存期限 那这一间就是我们的DNA的 自动萃取仪的机器的一个实验室 那这里来讲的话 每一台机器一次都可以萃取12根的血液剪体 基因样本主要是来自血液 将红血球和白血球分离之后 从白血球中萃取出高浓度的DNA 也就是遗传基因进行分析统计 DNA序列一般是有30亿个合肝酸 那里面大概两个人之间 大概起码有300万以上的变异数 每个人体内的基因或多或少都有差异 从外观最直接最明显能看出来的就是性别 另外像是喜不喜欢吃香菜 或是对什么食物药物过敏 甚至是酒精容不容易代谢都是由基因来决定 研究就发现有40%的台湾人 酒精代谢功能异常 变异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些功能 那影响到这些功能 比如说跟药物的代谢 有的人快 有的人慢 那表示说有些人需要吃多一点药 或者有人要吃少一点药 不然的话就会有明显的副作用 那或者是没有效果 为了更进一步研究出族群与个体间 基因遗传所造成的差异 日本 瑞典 英国等国家 陆续开始建立生物资料库或是基因银行 有些是以健康民众为搜集对象 有些则是以病患基因为研究样本 很多国家的政府早就已经做这个计划 就是说他知道这个癌症在这个国家里面 他大概基因分布是怎么样 政府在拟定政策上他一定会有点好处 就是说我大概知道我哪个药物 我应该要投资多一点 我应该比重高一点 因为这是国人最多的基因突变 台湾从2003年开始建制生物资料库 2010年更立法通过 人体生物资料库管理条例 正式开始搜集国人的基因资料 台湾的肺癌跟国外的肺癌 是有很明显的不同 那它的基因变化也有很明显的不一样 如果你台湾完全没有资料 你单靠国外的资料来定序的时候 你会发觉台湾的资料跟别人是不一样 种族之间差异是蛮大的 不要说欧美 跟日本韩国都不太一样 这一盘可以处分析96个人的DNA 那经过这个反应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 每一个人的基因变异点在哪里 进入资料库除了基因数据 另外可以看到国人疾病的分布统计 病和生活习惯家族遗传病史做交叉比对 就能得出疾病和生活形态的关联性 最终目标是透过这些大数据 归纳出台湾人 哪些疾病特别容易发生 发生原因又是什么 提供给学者专家进一步拟定预防策略 打入一个比较熟知的乳癌致癌的基因的话 基因名称 那它就会调出来说 在台湾人口人的族群里面 它的一个分布状况 目前全台大大小小共有34个生物资料库 卫福部从2019年开始推动整合平台 将数据资料串联起来 透过单一窗口申请研究 超过400万的检体资料 那它是一个很庞大的研究的资源 这些生物资料就需要互串 到目前一年的时间 已经接受了70件的申请 只不过这些检体和基因 都属于高度机密的个人资料 受到严格的个资法保护 每一次使用都必须经过 事先申请和伦理审查 而且完全是匿名性 它还是有一些是不足的 比如说它就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办法完全在报告内 就看到就是疾病的反应 到底好或是不好 来到卫福部健保署的AI工作区 在这里可以将基因资料 和健保云端资料库做串联 主要就是病人跨院的资料 也会有一些最近有执行过的检查检验记录 包含个人的就医用药记录 超音波电脑断层检查 资料全都能找到 光是一天上传到健保署云端资料库的数据 就多达十万笔 还有五百万张检验以下 AI就可以自动判读 它可能有疑似肺癌的风险值 那疑似COVID-19的风险值 那提供医师作为防疫政策的参考 遗传精英确实可以提供给医学界 更多研究资讯 但医学研发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角力 依然期待突破